我们学名称为节制 我们推荐我们每年都应该去检查一次口腔 一般是每年做一次节制 但是对于一些牙周病的人群 或者有这种家族遗传史 就是说老人的很早牙齿就掉光了 和一些吸烟的就每天经常吸烟的人群 这个洗牙我们要做到周期 每三到六个月就应该去洗洗牙 就是说我们的普通人群是一年 如果重点人群应该是三到六个月就做一次节制